因為我們《金剛經》最主要就是講波瑞 怎麼樣透過波瑞智慧能夠到達彼岸 當然有此案跟彼岸的建立 就是因為我們在生死煩惱當中 但是佛能夠悠遊自在 因為他已經度過了生死的苦惱 現在回過頭來他要度化我們 當然所用的方法有各種不同 但是從要去領會真理 必須還是要通過波瑞的這艘船 波瑞船 那麼也就是說一定要有波瑞船 使我們能夠從這裡到那裡 才能夠去了解諸法的一個象狀 諸法的實相 諸法真實相 諸法實相 那其實是不可以這個不能夠 不容易了知 不容易知道 即使是等覺菩薩 他也是沒有辦法能夠究竟透徹 不能夠究竟 所以在寶法經裡面我才提到說 唯佛與佛 我只有佛跟佛 彼此之間才能夠究竟諸法實相 也就是說佛跟佛 因為他們這個智慧 因為這個所證得的這個真理都是一樣的 一致的 所以他們就是視力相當 在我們講就是因為他們能夠達到的一個究竟平等 所以只有佛跟佛之間才能夠完全的了知 才能夠究竟 那既然只有佛才能究竟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凡夫眾生就沒有辦法能夠了解呢 其實也可以透過佛的這種這個教法 那麼我們去這個去尋現去進入 那麼怎麼樣逐漸的這個透過這個教法的一個開解 然後我們心靈神會 那麼在這個每日的用心當中 能夠常常去這個注意到 就注意 那麼能夠注意到的時候呢 慢慢的時間久了就能夠怎樣轉化 就能夠熏悉 總有一天 如果你能夠這個精進不懈的話 生生世世不斷的增上 那麼這個透過這樣的一個教法 那麼來支持我們在這個生死當中的一個助力 一個助援 那所以呢 要能夠去這個通達波瑞 那其實是不容易 是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經典裡面講呢 波瑞呢 他是只有專對就是上根器的人 那麼他因為他能夠去領會這樣的一個道理 就是他有這樣的智慧或是他有這樣的因緣 成熟 那麼他才能夠去相信 最主要就是說我們都有疑 那如果有疑懷疑的時候 我們就不容易去信入 那麼信呢 不能夠正信的話 那我們的這個解 這個就不正切 然後呢 行呢就也會比較弱 就會比較弱 那所以呢 這個信呢 就是要能夠去建立 那麼當然我們修行 眾生的這些修行的入手 可以有不同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但是呢 佛陀的這個說法呢 其實最主要是針對菩薩 他是針對菩薩 為什麼? 因為菩薩的這個 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程度 他們的基礎啊 就是已經累積到 福德智慧的資量已經累積到一個程度 那麼他們能夠信受這個法 就能夠去信、相信 然後接受這樣的這個道理 然後去更上一層樓 那我們如果凡夫的這個執著心 比較重的時候 比較強 那當然他要能夠逐步的去化解 就是比如說我們眾生最強的一個執著 就是有我嘛 有我 就是因為認為這個我啦 這個生命啦 或者是這個世界啦 那麼他是非常實在、非常可愛的 甚至於有些人認為 世界是、人生是苦的 那麼他會覺得不想留戀 所以那天不知道誰講 對不對 他講到說這個 這個做人是很苦 但是不做人更苦 就是說 就是說你如果不做人的時候 那你根本就是沒有機會 他會能夠擁有這樣的一個 能夠去理解、分析、能夠去精進的智慧 那這樣的機會就根本就不可得 所以呢 有時候 我們人都是很這個 就是在世會厭世 就是在這個世間裡面 那對這個世間因為有種種的這些不圓滿 那在這個不圓滿當中呢 內心都會生起了就是很多的這些起伏 就是苦樂的一種起伏 那如果你這個 如果能夠都得樂 那也罷了 那就是什麼 就是福報好嗎 所以碰到的都是快樂的事情 那麼這個優苦呢 比較不會產生逼迫 那但是呢 如果你有苦的時候 那個逼迫性就會比較強 那眾生的苦又是來自什麼 那麼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苦是從哪裡來的 這個也是我們在這個生活當中 我們也要去 就是說你面對這個問題 你一定要去這個剖析它 一定要去認知去剖析 看到這個苦的一個實相 苦的真實 那所以呢 因為我們現在也有很多的這個 因為眾生很多時候 都是因為心病所造成的這個困擾 比較多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有很多的這些 憂鬱症、躁鬱症 或者是這個通通都是什麼 心理的毛病、心病 但是你這個心病呢 你如果從旁人來看 你會覺得他可能就是 過度的一種質詢 過度的質詢 然後認知、堅固不化 那很難去消解 那如果你這個心結不能消解的時候 那勢必就是怎麼樣 就會造成個人 或者是你周圍的這個 親朋好友的一個這個 彼此的一個傷害 或者是煩惱痛苦 他就會由此而建立 所以其實呢 我們講說學佛或者是什麼 其實不是去幫助別人 你第一個要幫助的 就是先幫助自己 你要能夠幫助自己之後 那麼你才能夠怎樣 去推及及人 所以在我們這個菩薩道裡面的這個修行 當然首先就是一定要能夠從自立上去著手 就是你的自立 自己利益要能夠先具備 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有這樣的智慧 有這樣的一種這個超越 那這樣子的話 你才可以什麼 去能夠去利益別人 如果你自己的這個自立 都不能達到的時候 比如說你自己有煩惱 你又不知道怎麼克服 你心裡起了稱恨 你又不知道怎麼調補 你這個生活現狀碰到了這個困難 或是碰到了對立 或是碰到了這些責難 你沒有辦法去看待 就是你不能夠這個平心的去看待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自立的這個效果就很比較差 所以我們不管我們學佛說 怎麼樣的發大心 或者是前景講的多麼的這個偉大 但是呢 終究還是要什麼 從自立出發 就是你一定要先 先能夠利益自己 這個法治 能夠先對你自己有幫助 你自己能夠運用得到 那麼這樣子的話 你才能夠去 自己免離什麼苦的一個逼迫 自己免離苦的逼迫的時候 那你就是樂了啦 不是另外還有一個樂 能夠可以得 就是說你這個苦能夠消解 這個是最重要 所以呢 所以我們眾生呢 有時候就是因為心常常要攀遠的關係 我們的心常常要攀遠 那沒有辦法不去對於周遭的事物 或是人事產生這種分別計較 沒有辦法不這樣 所以你既然不能不這樣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樣使自己的心呢 能夠不被這些分別計較而傷害 那麼這個呢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學佛主要的一個利益 主要的一個利益 那因此呢 這個從眾生的種種根氣不同的狀態下 那麼佛陀的說法教導呢 他其實是有層次的 有層次 那比如說我們要進入波瑞的這種聖意的時候 這個是講第一異地 第一異地 那麼講這第一異地的道理的時候呢 如果你對世俗地不夠透徹不清楚 那對於真諦也不能夠去了解的時候 那麼這個第一異呢 他就不能夠提升 不能夠顯發 不能顯發 所以我們這個也可以說 我們今天能夠來聽波瑞法門的 那其實大家都是有大聖根氣的人 有這個大聖菩薩根氣的這種這個因緣 所以我們才會來聽聞這個波瑞法門 那麼波瑞法門呢 他是進入大聖的一個基礎 一個基礎 也就是說 因為波瑞是怎麼講一切法的 一切法空 一切法都是空相 一切法都是不可得 一切法都無 就是都是這個不可酌 而且什麼 要能夠去明白 由此這個不可得呢 去了解到這樣的一個親近 這個親近的法身 那麼這個呢 也就是什麼 如來的一個定義 那當然呢 我們要 我們這個 透過這個須菩提呢 他的這個提問 那麼帶我們眾生發問 就是說 從眾生的這種修復修行的 這樣的一種 這種斬轉深入的這樣的過程當中 那 有沒有什麼樣的這個 就是疑惑 那麼這些疑惑 跟佛法的這個正見 佛的這個正見呢 那要怎麼樣來去融通 那麼所以呢 這個 雖然說 講說眾生呢 一定要從佛師去修復 要能夠去 要行菩薩道 一定要什麼 廣結善緣 要能夠利益眾生 那麼當然這個是從菩薩的這個 對象來說的 菩薩的對象 那我們呢 就是凡夫眾生 他有很多的這些 就是因為 就好像有人剛開始這個 要進入佛法的時候 剛開始要學佛的時候 他一定有很多的理還沒有貫通 還不能夠透徹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這個 從這個 人我之間的這些這個 這個心衰禍福啊 或者是這個貧富貴賤啊 這些種種的這些 思想觀念的這些衝突 這些挫折 那這些他都還不能夠去調解的時候 那麼你說一下子要跟他講 這個波瑞信空的道理呢 那當然就是沒有辦法去接受 所以呢 這個 在這個佛陀的這個教法當中呢 這個古德 就是古時候這些大德呢 他就把他這個次第呢 能夠把他區分出來 那就是說 有針對各種不同的程度的眾生 那麼他們 他所說的這些法呢 都是各有不同的一個 不同的一個深度啊 那麼所以 從聲文來說呢 就是以這個 四聖帝為主嘛 以四聖帝 那麼到了這個原訣 那麼就是什麼 能夠觀音源 再深入一點觀照音源 能夠知道所有一切的這個 這些假和的現象 那麼 接著到了這個要進入菩薩地的時候 到了菩薩的這個程度的時候 那麼當然呢 他的這些 這些人我的這個 這個執著 這種 這種這個堅固不壞的這些觀念呢 他已經有了一個 具體的一個政見 而且他也能夠透過修行呢 去完成 就是去這個 解除這個我執 人我執 還有這個法執的一個 一個這個設限啊 那麼所以呢 到了菩薩的這個 接位的時候呢 當然他就是什麼 已經離了四項 就是已經能離四項 就對於四項的這種了解呢 他就他已經比較清楚了 他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呢 佛才說呢 如果這個 菩薩如果著了這個四項 那麼他就不能叫做菩薩 就不是菩薩 那也就是說 四項的來源都是什麼 根源有一個我 由我而來 那怎麼樣能夠了解說 一切法是無我的 一切法無我 這個無我呢 當然就是說 當然我們講就是沒有我嘛 為什麼 那能夠了解到說 這個我其實是由於什麼 我們的執著而來 你之所以於這個 現前的這個生命 這個心呢 所想的呢 為我 所以呢 他就因為這個果而什麼 而產生了怎樣 你的這個所有的一切標準 就由我來建立 就是從你的好物 你的這個經驗 你的觀點 你的主觀 那麼來評斷所有周圍的一切 那麼這個呢 都是很容易造成抵觸 很容易造成抵觸的地方 那所以呢 這個菩薩呢 當然必須要透過很多 除了說他在要用這個 有這個六度波羅蜜的這個修學 行六度波羅蜜來這個 來增長 這個開拓自己 消磨自己的這個人我職之外 這些這些 就是還要再深入啦 維繫 所以我們不是說 你斷了我職 這個我職就空了 我職空之後 他後面還有維繫的我職啊 所以法職空了以後 出的法職斷了 他還有什麼維繫的 維繫的法職 所以他就是 就是在斷除的這些 這些障礙的這個 執著的這個當中呢 他也是什麼 也是由淺入深 由淺入深 而不是說 我到了哪一個階段的時候 我就全斷了或是全離了 他有怎樣 他有這個深淺的一個不同 所以呢 也就是因為斷障的這個淺深 那麼因此呢 就有菩薩的修行階位產生 就是說我們這個階位 為什麼會建立 為什麼會建立這樣的一個 幾十個階位 那當然這些階位的建立 都是針對什麼 你對於真理的理解 你斷除煩惱的這個能力 深度 那麼深淺而有所不同 所以呢 這些呢都是 總而言之呢 就是要能夠把這個我呢 徹底的去清除就是了 那怎麼樣能夠徹底去清除這個我 這個 在這裡呢 這個 許菩提呢 他哪哪就是 還有問到 就是菩薩 就是要能夠度眾生才能成佛嘛 那這個 那因為這個 發大心的這個眾生 就是說 比如說 雖然是修學生文聖 但是生文聖 他也有怎樣 回心向大的機會 所以他也能夠怎樣 發起這個大聖心 成佛心 所以並不是說 生文就一定就是生文 修二聖的 原始佛教 修二聖的 就一定就是二聖人 未必啊 未必 為什麼 因為如果姻緣成熟的時候 那麼他自己能夠 他就是自然能夠去顯發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對法的一個 深入追求 所以這個發心呢 未必就是 未必是一樣 那所以呢 在這裡前面呢 就是 提到說 就是 有好幾個儀文 總共有三十幾個 三十二個儀文 那麼四君菩薩呢 他也就是用這個儀 有這個儀文 那麼來 分斷 這個金剛經的這個經意啊 也就是說這個整個金剛經呢 都是在斷除這些 眾生的儀 修行人的這個疑惑 因為你這個疑惑 能夠斷除 那麼你才能夠真正的去 走入正位 進入正道 那麼這個儀呢 當然就是認為什麼 認為有眾生 有我 有人 有眾生 有世界啊 有這些 有菩提可得 有修行的這些內容 那麼 那麼認為呢 就是 以布施呢 來這個求福 那麼布施求福呢 當然是很好 可是呢 他是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前行 也就是說 這個布施呢 你要能夠 所有的一切現象 一切現象 我們就是 你要能夠什麼 瞭解到他的一個實質啊 瞭解到他實質 那麼如果你修布施 想要得福的話 那麼這個福呢 他是怎樣 他是短暫的 他是有漏 也就是說 他不是一個 究竟恒常的一種樂趣啊 所以雖然是布施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夠不著 不助於相來行布施的話 這樣的福德就更大 為什麼 他才能夠跟無漏去相應啊 無漏因就是什麼 沒有漏落生死 那個漏就好像那個勺子一樣啊 不管 因為他有孔嘛 所以你不管 你撈了多少 撈了多少 很用力撈 那他畢竟還是都漏死 那表示說就是 我們在這個修為當中呢 我們雖然去行善 去布施 那麼去乃至於你持戒啦 精進各方面的 這樣的一個努力修行 但是如果你是什麼 著於這些象來修的時候 那麼還是畢竟就是有漏 就是會漏落生死的一個 不免三界輪迴的意思啦 還是一樣在這三界當中輪迴 你不能夠去 不能夠去出禮 就好像說你布施修了很多的福 沒有錯 可是頂多也是怎樣 就是天福嘛 享受天福啊 那享受這個福報啊 那麼但是呢 這個畢竟是有禁 有禁 但是不是說 這個得天福就不好 我也不是這樣 而是說這樣子不是究竟的 不是究竟 你還要再能夠去更加的去這個進步 那麼能夠再把這個修 努力修行的這樣的當下 還能夠怎樣 沒有住心 就是這個心呢 能夠不著 沒有住心呢 這個心呢 親近 有親近的心 那麼去修行 那麼所得的果 當然就是親近的果 那你用染污的心去修行 或者去做善 那麼你所得的這個果呢 它就是染污 雖然它也是善果 但是它就是不能夠跟親近相應 那麼所以呢 在前面這邊呢 我們上次有提到 講到了這個 這個經文裡面有提到說 這個佛呢 用這個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來布施 來做一個比喻 做一個對比 他說如果有人呢 用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 那麼這個人 以這樣的因緣來說 他是不是得福很多啊 那須菩提說 對啊 這樣的人 因為這樣的因緣 修布施這麼多的 廣大的這個七寶 那麼當然他的得福是很多 福得很多 那佛就說 如果福得有實的話 如來不說得福得多 以福得無故 所以如來說福得多 如來所說的多 是怎麼樣的多呢 跟我們世間講的多是不同 為什麼 因為如果福得他是有具體的話 有實就是有具體的啦 他是真實的福得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樣就不能夠叫做多 為什麼 凡是有相的東西 他一定是相對而有 比較而有 所以這個多呢 比如說你一千萬算很多啦 你認為一千是很多 一千萬很多 但是如果有一千零一萬的話 這個一千萬就變少了 對不對 他是相對的一種比較 那所以他如果有相 他就能夠比較的出來 那如果他是無相的話 那他就無盡啦 無相的話就無盡 所以因為信空的關係嘛 而信空的話就是離相啊 所以呢 他就會能夠 他就能夠成為這個無肉的因 那無肉的因呢 他能夠跟什麼相應 他就是跟佛果相應 他就是跟最究竟的這個無相法去相應 那所以呢 這些就是先破除我們的這個 我們眾生認為 住相布施的一種福報 你著於相 那麼你所修的 所得的福報 他就是有限 那如果你能夠不著 不著著 不著色布施 也就是前面有講過 不要著著於六成布施 不著色布施 就是你看到了這個形象好 所以你才要布施 這個東西不錯 或是這件事情的這個代價不錯 所以你去修這個 或是去做善的 甚至於呢 就是有些人的布施 是因為我這樣的布施 我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利益 或者是我這樣的布施 我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名聲 或者是我能夠獲得什麼樣的人脈 這個呢 都是世間人的一種布施心態 他不是不能夠就是算是真正的一個布施 那所以雖然他能夠也是能夠會獲得這個好名聲 可是畢竟還是怎樣 他還是會因為這樣的一個黏著 這樣的不正的因 他一定就是會因此而產生了這個負面的 或者是失敗的一種結果 所以呢 才說這個不要注著於六成 不著於成相 為什麼因為成相他是生滅 成是生滅 我們所有看到的一切都統稱叫做成 統稱叫做成 不管是你想得到六根素用得到的 就是能夠這個覺受到的 見聞覺知 這個通通都叫成 都是不實的 沒有一個實在 那當然這個不實呢 不是說否認這些事物 這些事項的這個因緣建立啊 不是否認這個 也不是去排斥這個 而是說我們在這個 這些這個運作當中呢 那我們能夠知道他的一個本質 其實都是怎樣 合合而有的 合合而有的 那麼這個有 雖然有 可是呢 因為你沒有在這個有當中去產生了直取 你不會戀戀不忘 也不會捨不得 也不會就是說他好 你不會這個特別的這個瘋狂啊 他敗你也不會這個特別的 你也不會這個失落 就是沒有受這樣的一個現象 來產生這個生滅、起滅啊 那當然不是說我們就是裸定了這些法的一種施設 這些法的施設 因為我們講說一切法都是 一切像都是怎樣 因緣合合 因緣合合的 那這個合合呢 其實我們如果再更白快一點講就是 所以有一切通通都是組合產生的啦 就是因為組合而來的 如果沒有組合的話 那其實這些東西根本就不建立 本來沒有 眾生也是一樣 眾生本來是空 本來就空 所以只是怎樣 因為業緣的關係 所以才會產生了什麼 合合的一個無名業緣的現象 所以產生了這個合合的一個假有 一個短暫的一個現象 那麼在這個短暫的一個過程當中呢 那我們要是能夠去這個 我們講說能夠看開一點 要能夠放下 看開放下 那其實是一種智慧啦 也就是說你能夠明白 所有一切的一種本質 所以呢 沒有一法是可得 即使你處心機率 要去這個獲得些什麼 擁有些什麼 那麼或者是如你預期的得到什麼 其實這些通通都只是怎樣 你內心的一個感受而已 其實是你的感受而已 你感受到你有獲得了 你感受到你贏了 你感受到你這個失敗了 或者是你感受到你失去了 其實這些通通都是怎麼樣 我們的心呢 就是心的一種直取作用 所產生的一個錯解 一個錯解 那事實上呢 所有一切法都是什麼 不來不去啦 全部都是不動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心 就是會產生了這樣的一種 流動的作用 所以就會有這個 好像有往來像 好像有得失像 好像有這個熔辱像 那麼這些都是一種 那麼這些都是一種 就是引起我們這個 內心的一個掛礙 所以呢 我才說 因為沒有福德 福德無 所以才說福德多 那麼這個是顯示什麼 無相的福 無相 無相的福 才是怎樣 才是這個 才是不失的 那麼因為 虛普提之所有相的不失 認為這個是真實是有福的 那麼 不知道說 能夠用於不失的六成本來是空 所以你說我們能夠不失 當然這個也是怎樣 也是六成相 也是六成的一個不失嘛 那麼六成本來就是空啊 那麼你能夠去不失的這個 當然也是空 那麼所謂的空 其實大家不要錯覺 都沒有 都沒有 這個講空呢 指的是他的實體 他的體性 他的本性是空 像呢 雖然是有 看起來是有 但是這個像是什麼 假和的 現在問題是 我們要把這兩個 能夠把它綜合起來 也就是說這些像呢 雖然是 有這樣的一個成像 的這種互動 但是這個成像的本質 他就是 信空的 他本身就是沒有自信的 沒有一個實質啊 或者是沒有一個不便 所以呢 因為六成本來是空 那麼所得的福德 當然也不是真實啊 所以呢 世尊就以因為福德無 所以福德多 來剖斥 所以所說的無的意思呢 並不是說絕對沒有 不是說絕對沒有 而是什麼 以心量如虛空一般 那麼所以得的福呢 才會更大 大到不可限量 如虛空啊 因為心量 因為我們的這個親近心 本來就是如虛空 本來就是廣大 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 那你為什麼要把你的心 設限在那麼一點點的成像上呢 那這樣子就是自我障礙啦 所以呢 要能夠去了解到說這個福德 那麼其實就是要能夠怎麼 這個打開這個心量 那麼不執著於這些成像 所以才說要什麼三倫體空 常常強調三倫體空 指的就是沒有一個能師的我 也沒有對象 也沒有中間這個布施的東西 所以在布施的當下 能夠三倫體空的這樣的心境來做 而不是去執著這個 這三者的一種石油 那麼所以這個五呢 強調到這個 這個不是說絕對沒有 不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講空呢 也不是講都沒有這些事項 沒有這個實質 指他的這個本性是空 那麼接著講到這個疑問第二十一 那麼因為這個虛普提呢 因為聽說這個不可著相去度眾生 和莊嚴淨土的修行 也就是說前面提到這個莊嚴 如果沒有眾生可度的話 那是不是菩薩就不用莊嚴淨土啊 對不對 那佛說呢 這個莊嚴呢 其實是非莊嚴 市民莊嚴 為什麼 所謂的莊嚴淨土呢 並不是像我們世間說蓋道場 要把這個這一塊地圍起來 然後要蓋得多麼的富力堂皇 這個才叫做淨土 而是什麼 親近我們的這個本心啊 我們本心本來就是親近的 但是因為被這些煩惱啦 被這些這個購染 那麼就染著啦 就好像這個鏡子本來就是能照嘛 本來它有明的作用 它就是能夠照應照所有一些萬象 那現在這個塵呢 這個鏡子的明呢 它就是被塵垢蓋住了 被蓋住了 那你當然就是這個明就不能顯現出來 那麼所謂的土呢 當然就是怎樣 它能夠寒榮一切萬有 就像我們大地一樣喔 大地呢 所有一切的這個萬事萬物喔 通通都在這個大地上建立 對不對 通通都是在 那麼這個淨土的這個含義呢 當然也是怎樣 指這個新量是廣大 無所無包、無所不容的 的一種現象、一種狀態 那所以像這樣的淨土 要怎麼樣去莊嚴 它不是靠七寶來莊嚴的 不是靠有項的這些珍寶來莊嚴 因為有項的珍寶 它畢竟就是怎樣 它畢竟就是不長久的嘛 就好像我們蓋了一棟房子 很這個富麗堂皇 你這個房子是不是經過十年 你就要裝修一次 經過十年你就要去這個補牆一次 經過十年就要重新去這個裝潢 還要再花一筆錢 每一次都要再這樣子 繼續把它鞏固起來 所以可見的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是有項的 它一定就是怎樣 生滅 它就是衰敗 它不會永恆的嘛 那因此呢 所謂的這個淨土 莊嚴淨土 其實就是把我們這個心呢 本來清淨的這個清淨心 把它恢復而已 把它恢復就叫做莊嚴 所以呢 所以呢 因此呢 這個 所謂的這個 所感得的這個果報 那麼其實就是 我們眾生通常都認為是 有一個 有一個石油的一個這樣的一個 進一個處 一個處所 一個地方 那麼所以呢 佛就說啦 這個 雖然說要度眾生 莊嚴佛土 但是呢 這個成佛的因 這個成佛的因 它就是要能夠跟 佛果的這個 萬德莊嚴的果來相應 那要怎麼樣去相應呢 那麼現在說 這個沒有眾生可度 又沒有佛土可以莊嚴 那麼須菩提認為說 這樣子的話 就等於沒有因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度眾生 莊嚴佛土 才能夠去 才能夠成佛 跟果相應 有這個因才有這個果 那你現在說 沒有眾生可度 沒有這個 淨土可以莊嚴 那這樣子這個果就沒有啦 它就會有這樣的疑惑 那麼而且呢 接著呢 佛又說沒有菩提可證 那個這個就沒有果 對不對 因為這個 前面他有問這個佛 這個佛有問他說 你覺得我真的有得到 阿娘多羅三秒三菩提嗎 結果 屈菩提不是講嗎 十無所得 對不對 所以呢 菩提也沒有一個菩提相 沒有一個菩提的東西 叫做菩提啊 那這樣子的話 到底要怎麼樣去領會 才能夠去契入這個智慧呢 他說如果因果都沒有 那不就也沒有佛了嗎 對不對 因為因也不對嘛 無眾生無淨土啊 非莊嚴啊 那這樣子的話 現在看到的佛又是什麼佛呢 所以呢 他就有疑惑 所以他說 那麼現在 在現前見到的這個如來呢 具足莊嚴唯妙的色相 那麼這個又是從哪裡而有的呢 那麼這個當然也是怎樣 從相上來認知佛 也是把佛呢 當成就是有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稱為是佛 也是從相來認定 那麼這個呢 佛也是 再把他這個補斥 說不應該以具足色相呢 來認知如來 所以經文呢 他提到說 這個須菩提余翼雲合 所謂呢 這個講余翼雲合 那麼這個其實都是怎樣 須菩提他有動念 心裡有疑 可是沒有講露 沒有表露出來 所以佛呢 在這個經文裡面 就直接就訪問他 他說佛可以具足色身見嗎 佛也是尊 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 他本來有疑惑 可是現在呢 經過佛這麼問的時候呢 他就發現 也不應該用這個具足色身 來見如來 來認定這個如來 他說為什麼呢 他說如來說 具足色身 即非具足色身 世民具足色身 在金剛經裡面 這樣的語句很多 很多 幾乎都是怎樣 這個 我們世俗所認知的一件事 其實他的本質並不是 所以叫做非啊 世民呢 也就是怎樣 也就是這個假民 假民而建立的 就是說在世俗上 世間上呢 我們都是什麼 會建構這個很多的這個假民相 假民 那麼這個假民是用來詮釋這個法 也就是說 就好像我們發現了一顆星 星的行星 然後我們就是以誰發現的 用他的名字來命名他 就是類似這樣 那這顆星呢 跟這個名字是完全不相關的啦 對不對 就是那我們世間所有的一切的這個民呢 一切的民都其實就是都是一個假民 但是這個假民呢 他雖然沒有一個實質的定義啊 可是就世間世俗地來說 他就是有那樣的一個私色 世俗來說有這樣 為什麼因為我們世俗是必須要 大家有一個共識嘛 那這個共識當然就是 我們以這樣子來認知某一件 某一件這個行為 或是某一件這個事項 那來用這個 用這個名呢 來指稱啦 所以才說這個不壞假民 不壞假民而說實相 也就是說要明白這個實相的道理呢 其實呢 不需要要去把這個假民的定義去推翻 或者是去破壞 為什麼 因為假民的私色 他有這個私色的一個因緣條件 但是因緣條件 因為假民一樣也是和合而有的啊 如果這個事情的狀態呢 和合分散的時候 這個原滅的時候 那麼這個假民的定義 他就是有另外一個指稱啦 他就也不會一直就是 就是這樣的一個定義 比如說我們講說一本書 書就是假民嘛 對不對 那書他的實質是什麼 如果你再把它分析 書 如果你再把它分析 他的這個實質是什麼 內容 寫章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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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文句名聲啦 那就是一個句子啦 句子然後有了一個名 沒有 先有單字然後有這個組合成語 然後再有文章 他就這樣子的一種結構 但是這個仍然是怎樣 仍然是像仍然是假民 仍然是假民 就是你說是直 那個直也是假民 你說是文字 文字也是假民 也是假文字啦 對不對 也就是說他都任何一法 從初到戲 然後你把它追逐到最後 他就是通通都是假 沒有一個是實在的 但是也因為他們全部都假 這些假呢 一旦組合起來的時候 他就有了另外一個名 就是可以稱作書 對不對 所以從書到裡面的文字 從小到大 通通都是假 都是假民 所以你說書 什麼叫做書呢 這個書本性就是空啦 信空無書啊 無書為書啊 無書為書啊 無書為書 所以書呢 為無書 世民為書 那可以了解這樣的一種 以具形態嘛 他最主要是要顯示說 所有一切的法 他本質上都是空的 都是 都是怎樣 都是 都是無啊 都是 師父 是不是說 是不是說 你要不去讀他 就是沒有嗎 就是因為你去讀他 現在是不管有沒有他都是這樣 那個真理就是不管你怎麼樣的演化演變 他就是這樣的理 不會改 所以在佛身上也是如此 我們覺得凡夫是 是這個五運合合的 是假合的 是這個生命 然後難道就認為佛是永恆的 是不是 這個就是有佛見有眾生見 有這個見子 那事實上佛呢 他是不是真的就是永恆不變的呢 不是 那看你以什麼為佛 以什麼為佛 你對佛的認知是什麼 如果你把佛定義就是一個三十二項 一個也是一個暴身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也是暴身嘛 我們所有的一切色身就是暴身 這個是叫做正暴啊 正暴身 為什麼 因為這個正暴怎麼來的 為什麼你會長這樣 那會長這樣 為什麼高矮胖瘦啦 美醜各個不同 業力真的是很妙喔 你看全世界有這麼多的人口 包括動物也是喔 同一個品種的 同一個種類的也是 就是沒有一個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一個 你即使說複製的也不可能一樣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那你即使是雙胞胎 也不可能是一樣 是很像而已 他絕不會是一樣 師傅 佛啊 是有法身 那法身是盡心控偏法界 那不是永恆嗎 如果你存這個永恆想 這個也是妄 你存這個永恆的想 這一念心就是妄心 他就跟清淨法身不相應 可以了解嗎 就是說在這個清淨的法身 所謂清淨就是什麼都沒有了嘛 對不對 什麼都沒有他才叫清淨 如果你還有一個什麼樣的想法 乃至於這個想法是極善的 通通就是妄 也就是說在這個清淨心當中 這個通通都是一個然而 那個虛空是永恆啊 虛空 沒有虛空啊 虛空在哪裡 虛空的虛空其實啊 非有非無啊 你說沒有虛空 這個也 這個講法也是只有一半而已啊 為什麼啊 因為沒有虛空的定義 他也要有一個定義處啦 才能夠定義出沒有虛空 有虛空也是有一個定義 怎麼樣叫有虛空 那如果我們要來看說虛空是永恆的話 好 那麼你就要再去探究啦 什麼是虛空 什麼是虛空 虛空可得嗎 虛空可得嗎 虛空有辦法 現在你要說 我們看見到 看波錯的時候 暗對宇宙百分之三到四 剩下的都是 暗能量跟暗物質 這是虛空是相對於 你說什麼 請你說慢一點 虛空是相對於 暗能量跟暗物質 暗能量跟暗物質 我看不見了 撥不著的 那個就是我們這個統一來說叫做色法 你說的這個能量啊物質 這個通通就是叫色 通通都是屬於色 那麼這個虛空呢 他不是 他跟色法他其實就是 講起來他也是屬於有為 為什麼 因為他是依著色法而顯的 如果沒有色 你怎麼樣來說虛空 對不對 所以色空呢 他其實是一如的 他是依 見色即見空啊 對不對 見空即見色 為什麼 因為色跟空他是一起 你說這個虛空到底有 怎麼樣來說這個虛空呢 當然就是因為有這些色法嘛 是不是相對於我們道家所說的 陰跟陽 陰就是陽你看得見 陰你看得見 我不知道 陰陽 如果你要把陰陽定成說陽就是色 陰就是這個 那當然也可以啦 陰是虛空當然也可以啊 為什麼 因為一個法他可以無量解 他可以無量解 怎麼解呢 怎麼定義呢 隨眾生心 隨眾生心 應所知量 也就是說你的心 你怎麼 你能夠去認知到 通達到什麼樣的程度 或者是你 你認知的這種範圍 有多大 那麼當然呢 你對於這個境界所相應的 也就多大 就這樣 所以你看一個人 你看你如果都是修學道家的這個書籍的時候 你道家的書讀多了 你看所有世間你都是用道家來核對 你乃至於你讀佛法也是用道家來核對 就是因為你這個部分就是 比較堅固嘛 比較堅固 比較豐沛 而且你的這個信心也比較偏向 所以你就會以這樣的理呢 來套用所有一切法 那你如果是用基督教的 或者是這個角度來說也是一樣 為什麼 你會用你的 因為這是你的經驗觀念 你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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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這個認知嘛 也可以講我們說學士也好 或者那真是統一叫做什麼 就是你的阿賴耶士種子 就是你這些種子 你有什麼樣的種子 那麼你拿出來顯發的一定 沒有離開這樣的一個 一個架構啊 沒有離開架構 所以為什麼說我們每個人的這些之間 眾生心 有很多的無量差別就是這樣 但是這些無量的差別都有一個共性 共同的就是信空 師父可以說我自己的想法 菩薩 OK 你說色身 在我心中有菩薩 我會想我 有什麼事情我會想到菩薩的時候 是不是就有那個感應 那是空嗎 對 因為空才能感應 為什麼 因為菩薩跟你的心是同一心 同一心 所以他有能力的話 他就能夠感通你的心 所以你看為什麼這個佛會有這個 這個菩薩他們有這個什麼 宿命通 有宿命通 有這些他心通 為什麼有這個通 能夠通達 那是因為他跟你的心是同一個 所以你想的他都會知道 那你說我們眾生呢 因為就是有這個色身的格愛 所以你說菩薩他是從哪裡來 他也不是從外來的 他是你心裡所產生的 跟你的心相應而有的 那所以這個佛跟眾生呢 其實就是怎樣 是同一體性 同一個體性 那 我們講這個佛呢 有這個報生 跟這個應生 對不對 報生就是果報生 一個 那這個果報當然就是無量劫的 對修菩薩道 這個修行來成就的 那其實我們這個生也是一樣 也是我們無量劫 染污煩惱貪生吃來成就的 那當然就是因為我們的 無史以來的這些煩惱心 貪灼心 貪稱吃 那麼還有這些心所的這些 這些染污所產生的嘛 所以你看有些人他如果 偏向好一點的話 事事他都做善修善然後都心善 那當然有些人他如果偏向好一點的話 那他的外向自然就會怎樣 每一次他就會長得 就非常的這個清秀美貌 甚至於就是 讓人家看了就很想親近他 很想親近他 所以古時候有人講就是說 不要長得美 要長得 不要生美 要生圓 要有圓 不要有美 因為美是一種就是那個外向 那個定義不見得 每個人都認為是美嘛 但你有圓 有長那個 有生這種圓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怎樣 你能夠這個處處能夠得人緣 對不對 人家看了你都會喜歡 那這個是最重要 而不是外向的一個美貌 所以呢 這個我們講說這個佛的這個爆生跟這個硬化生 硬化生當然是怎樣 就是隨著眾生的這個需要 眾生應該應該得度啦 然後這個世界這些眾生 那麼有哪個是比較因緣到了 那麼他就會硬現 硬現來度化眾生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說佛世界來說呢 他是屬於硬化生 他是屬於硬化的佛 為什麼他只有在說佛世界的這個短暫的 這個80年的視線 那麼這個呢 這種就是屬於硬化 那他還有在別的地方硬化嗎 當然啊 同時嗎 他不增不減啦 而且不生不滅 他沒有動 他沒有動 但是能夠片印所有一切世界 所以我們看硬化生好像有生滅相 有來去相 其實這個也是從我們眾生的思維角度來看的啦 真正的佛呢 他是不動而能夠現 不動本處而能夠現 印現無礙啊 所以在這個黃岩經裡面就有提到說好像這個月亮齁 在這個空中 月亮呢 他其實是不動 對不對 但是如果全世界哪個地方有水的時候 哪個地方有水就能夠印現月影 月影就能夠印現的出來 那這個月影印現的時候 月亮不是來這裡 並沒有來到你的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水不見的時候 月亮也沒有說回到他的本位 沒有來去 就是一直就是如如的一種視線啦 所以有來去相 有這個生滅相 那這個其實都是我們 從我們眾生的因緣角度 我們的這種生滅心來說的 其實佛究竟來說 他是無生滅的 離於生滅啦 所以就好像我們這個每天都有昼夜 對不對 你有都看到月亮 東邊起西邊落 東邊起西邊落 那他真的有這樣子嗎 太陽啊 太陽 太陽有日出 有西下 東出西下 東出西下 難道太陽每天都這麼忙嗎 他每天都要去這樣子 繞一圈嗎 沒有 其實他沒有動 對不對 是我們在動 那當然這些呢 都是怎樣 有很多的因緣 條件來產生的一種現象 所以這個現象 他雖然是 有這樣的現象 那其實他只是一種怎樣 一時的一種緣和生滅而已 他並不是一個 恆常不變的 師父 那麼這個三千年前的 世界摩尼佛 不是包生嗎 誰 你說什麼 三千年前的那個 世界摩尼佛 他不是包生嗎 呃 釋迦摩尼佛 他是 印化生 不是包生 但是他也不離爆生 也就是說 爆生跟印化生 跟法生 三生其實是一體 三生是一 但是一又分為三生 所以其實就是 也就是說 爆生跟印化生 其實是因為從作用上的不同 顯現視線的不同 那麼來定義這樣的一個 爆化的一個不同 因為什麼 他有體用嘛 本體是不變的 法生就是怎樣 就是唯一的啦 唯一 但是呢 爆化呢 這個就是有各種 有不同的因緣的視線 所以你說 有時候我們看這些經書 他們說到 這個佛 就是很莊嚴 什麼 有光 不是 那時候佛 有像 普通人一樣 應該是這樣 是啊 應該是 跟普通人 為什麼有些經書 他說到 這是什麼 什麼 什麼 哦 放光好像這個 有這個 有很多這個莊嚴的 像好像是跟我們 一般的這個 五官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 那這個是突顯 他的一個 殊聖莊嚴 那但是這個呢 就是 其實就是 有的時候 大聖佛教之所以 為什麼會讓人家覺得 就是 比較難以信入的關係 就是因為他超乎 我們常態 常人的那種 思維模式啊 而且呢 就是好像就是 有這種神話的一種意味很濃 但是這個呢 你就是 你就是 從我們現在的肉眼角度 我們當然就是 用肉眼的角度來衡量這些事啊 對不對 那但是呢 從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他的心靈 心靈越純淨的呢 那麼他所看出來的這個 體會到的這些宇宙的實相呢 他可能有不一樣 有不一樣 就好像我們現在有很多用這個 就像你剛剛講那個能量啊 對不對 我們人體也其實也都有能量啊 他不是現在有很多儀器 他都可以測 檢測的出來嘛 對不對 但是 但是這種呢 又不是什麼 不是肉眼可見的 所以你說 人有沒有光呢 其實我們應該 人也都有光 有光 但是呢 這個光呢 可能很微弱 或者是這個光呢 可能顏色有差 色澤有差啦 那是能量的一種啊 對啊 對啊 其實師父啊 我看健康的人呢 他就是 你講他也是很精神很光亮 可是江又冰又什麼 他的臉也是黑暗的 就是 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在道家來講 就叫氣色啦 氣啊 就是氣色 就是你高興的話 就是龍光煥發 龍光煥發 這個講到要點不一樣 精神好啊 龍光煥發 所以不是沒有光啊 其實應該講就是 就是一個光的一個形容啊 以光來形容啊 那就像我們這個 像古時候這個禪宗 他也是講這個 我們眾生也都是怎樣 六根門頭放光動地 六根門頭 因為這個 比如說 你看我們的這個形容啊 我們講心呢 很這個很沖立 叫做心光 對不對 心有光 眼睛叫做眼光 耳朵叫做耳光 所以這個光呢 其實這種隱含的這種實相道理 其實我想應該都是在這當中啦 就是只有光 世間的這個萬法現象當中 大概是只有用光呢 來顯示這個親近的這種這種這種這個法體 親近的理體 可能就是會比較接近啦 應該講就是比較接近的一種使用字眼啦 詞彙齁 師傅請問一下 我知道那個法身爆身 化身是一體 那爆身的話 三十二項八十歲號就是爆身 嗯 那這個 那法身也可以懂 那這個化身呢 化身就不定啊 化身就不定啊 為什麼 不定 不一定 就是他不會隨時會變成另外一種 因為呢 所有經典都有提到 不管是八地以上的菩薩或者是佛啊 都是什麼啊 因理合身得度者 極限合身為其說法 菩薩就是他的化身 也是有三十二項的一個變現 所以你說佛一定有什麼樣的形象嗎 長得一定要怎麼樣啊 無從見立啊 雖然今年講 有形容到三十二項的這個 這個蘇聖項 他都有一個名啊 但是至於這個項長的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屬於重生嗎 我們公佛 例如講千百億化身是怎麼做 對對 那是屬於千百億 當然就是指化身而言啊 表示他不是限定在某一種 某一個環境 或者地區 或者是某一個形象 不是未必是這樣 也就是說佛視線 佛要度化你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是金光閃閃的線 在你的面前 那這佛是一個統稱 還是說是一個 specific說 就是這一個單一 source 佛的意思呢 他指的就是 我們中文的意思叫做絕 絕 絕悟的絕 他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因 他指的是絕 所以佛就是絕 佛陀是絕者 一個開悟絕者 絕悟到什麼 絕悟到這個世間 或者是初世間的一切真理 整個宇宙法界的一個真理的一個人 一個這個 一個智慧者 所以稱作絕者 所以這個佛他不是一個外相 對 那我們所謂的 釋迦摩尼佛 耀師佛 阿彌陀佛 都是不同的 都能化身嗎 對 他有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 表現方式 不化眾生的這個 方式 主要的 就是他主要的 任務是什麼 就是 所以我們可以說他 可以想像成是一個 單一的sauce 就好像 昭陽 夕陽 赤都是同樣一個太陽 對 那 赤陽摩尼佛 佛陀師佛 這些都只能擔一個sauce 他其實 因為全部都是一個法身 所顯現的 就是 一切諸佛都是同一個法身 同一個法身 那這個法身呢 他是所以這個 有各種不同的這個佛 就是成就上 還有他的願力 這個就是有各種的不同 菩薩在因地的時候 發的願 是什麼願 他要怎麼樣去 你看這個耀師佛不是也有 這個十二大願嗎 那個阿彌陀佛他也有四十八大願 也就是說 從他因地修行的時候 他發的願不同 那他成就出來的 他的未來的利益眾生的方向 就不一樣 那所以其實呢 你說你拜哪一尊佛 其實你說你拜耀師佛 就不能夠求往生嗎 可以 往生的這個善處嗎 可以啊 就是每一尊佛他的這個功德 他的功德福德 福慧的這個平等都是一樣的 都是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那所以你說你 你只認識耀師佛 然後你求耀師佛這個接引 你這個往生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 這個往生者呢 想要祈求耀師佛的這個加持 都可以 所以是我們自己限定說 阿彌陀佛才是 往生要去的地方 耀師佛不是耀師佛是這個 活著的人求消災嚴壽的 那觀音菩薩也可以 可以 當然可以 觀音菩薩他 你求觀...這個是怎樣 每一尊佛菩薩就是跟我們 每一個人的這個心相應的啦 你這個比較跟哪一尊菩薩 哪一個佛比較相應 比較契機啊 就是當然就是以他為主啊 不一定人家念阿彌陀佛 你也要跟著念啦 對不對 所以你念觀音菩薩 其實當然也是怎樣 往生淨土啊 對不對 觀音菩薩也會給你一個這個善處啊 就像以前我們這個 以前這裡面有一個法師啊 就是他也是願力很堅固的啦 那他要臨死之前呢 就是已經 迷留 就是要臨死之前 就是我們已經 聽說他們給他送回來的時候 大家都 反正就很自然就是念阿彌陀佛嘛 每個人要往生都是念阿彌陀佛啊 所以當然那個法師呢 要往生的時候 大家也都是都 全部都很聚精會神的念阿彌陀佛 結果呢 他就是使出最後一口氣 但是他們畫不像 告訴他們說 我念的是觀音菩薩 他們說 我是要念觀音菩薩 結果當時他們幾個 就是幾個去註念的法師 他們之後在講 我覺得 雖然你聽起來就覺得他太執著 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说 他很坚固他的这个信心 所以你说在我们认为是 我们用我们的角度来看他是不好的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好的 所以其实就这个事项本身 他也没有什么好或坏 不是好或坏 可是我们的心就是众生心 他会去给他界定 他会去给他界定 这样子是怎样那样子是怎样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什么 升起妄心的一个错误 常常升起这个妄心去测度 然后去认知 然后又自以为是的兼顾他 这个就是我们的错误 那他这样子最后抛出这一句 对他以后往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要问他 他要问他有什么影响 我又不是大支退者 我怎么能够去评断这个呢 好 我们先修行一下 我们对于那个身身身体的身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玲珑有质的 有头有手有脚的那个样子 那个身是翻译的是聚集的意思 聚集 法的聚集 什么会发生 比如说你啊 你有身吧 你有身吧 什么是你的身 现在怎样 现在是指时间嘛 就是你 你的全体就是 你的全体就是身 所以这个身呢 他没有没有在没有局限在某一个点 每一点都是身 身的之一样 身之一样 比如说你的眼睛 眼睛是眼睛嘛 眼睛不是身体 眼睛不是身嘛 但是你的身一定有眼睛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身呢 指的是 一切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法的一个聚集 一种全貌的意思 那所以呢 要去认知这个法身呢 我们都知道他尽虚空骗法界 那就是 他是骗一切处 骗一切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相 那么其实他是离相的 他是离相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什么相 不是什么相是法身啊 但是什么相通通都是不理法身啊 通通就是法身 就像我们刚刚的这个比喻说 你讲这个身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没有一处是 全部都是你的身体 所以他不是局限在某一个范围 所以呢 这个 也就是说 你看到的所有的一切万法 其实都是法身的显现 所有一切宇宙万象 他就是法身 为什么 因为刚才都讲到 我们这个法身是骗一切处了嘛 对不对 犹如虚空一般嘛 骗一切处 那当然在这个虚空当中的 所有一切万象 没有离开虚空 这些也都是怎么样 集法身而有的 也就是没有离开法身 就是 那等于就是说 看了这些像 等于就是见到了法身啊 所以若见诸像非像 集见诸佛 有没有 金刚经里面提到的 如果你看 所有一切像 也就是说 这个法身 没有离开这个像 没有离开这些现象 而能够去体会 那当然就是 但这个法身 他不是这些像 就好像我们说 你的这个身 眼睛是身的一部分 但是眼睛不是身 眼睛不叫身 眼睛就是眼睛啊 耳朵就是耳朵嘛 全身的毛孔就是毛孔 但是他都是怎样 因为有这些种种的法的聚合 那么称为生 法师那请问一下 有没有任何一个常法存在 去哪里找 所以是没有的是吗 谁说 就是你有想 有念 它就是一个做 就是我们的念头 不是着语长 就是着语断 断常见啦 你认为是有真的 有这样的佛身具足 这个就是常见 常情 常见啦 众生认为是这样的 但是你说没有佛身 好了 这个就是断见 所以就是中观来讲 不长不断 无疑 离这些啦 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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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 不着的意思啦 所谓离就是说 你不要着语这些念头 这些想法 中国人有一个像 就是讲 凡是众生 动物什么都好 就有一个苦字在我们脸上 哦 当然这个是后来的建立啦 那个苦字 我们就是动物 它也是有缘 有必有口 对啊 不过也有没有的呢 当然 虚空就是法身所显的啦 因为虚空不是法身 虚空不是法身 但是呢 这个虚空呢 也是不离法身 为什么 因为虚空 刚刚有讲到 色跟虚空是 并起的嘛 有色 虚空就产生 就好像你这个 你没有 如果没有大地 没有天空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没有天地的话 那么中间的这个虚空就没有建立嘛 你没有这个房子 没有这四片墙 没有这个屋顶的话 中间的空间也不能够产生嘛 所以这个空呢 它并不是一个 一个这个 离开设法而能够这个存在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设法 你依凭什么来界定 它是虚空的 它是相对的嘛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有怎样 有这个 有一个 就好像这个嫩言经里面不是提到嘛 你这个 你挖一个洞 这个地上挖一个洞 挖一个这个 圆 挖一个圆的 不是地上嘛 就是一个四方形的器皿 那么它中间的空 它是四方的嘛 看你挖什么形状 对啊 所以它就是 它就是本身就是空嘛 空的话 你怎么要去界定说 它是什么形呢 没有什么形啦 你要说这个空 它是怎么样 它是有还是无 这个都是属于妄想嘛 你要说这个空 它是 它是这个长还是短 它是长 它是断还是长 这个也不能说啊 为什么你要 它是所有世间法 能够建立的 它都是相对而有嘛 你要讲一个主题的时候 你要看你的立足点是在哪里 你的观点是以什么相对而言的嘛 然后凡是这样的施舍 因为本来无法嘛 那后面就会讲到 下一段就会讲到 本来就是无法 本来就是无法 那你一定要说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是你一定有一个先有一个主张嘛 起了一个妄的一个主题 然后它才会由这个妄的这个显像 这个对立呢 那么来产生另外的一个一个这个解答嘛 那像这样的这个相对而有的 当然就是它本来就是假的 就是虚幻的建立嘛 它不是一个死的嘛 是什么因缘忌讳而产生的一个观点嘛 所以它也不是一个一个真实 就像我们说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空间里面 那么你觉得时间是很真实的嘛 时间是有的嘛 时间是不变的嘛 现在是十一点半 真的是十一点半嘛 十一点半的建立是在现在 我们在这个区域来说十一点半 如果在台湾现在半夜 对不对 现在不是十一点半啊 那你要谁来说十一点 这个时间是十一点半呢 这个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因缘而建立 它的时间 时间建立 时间就是也就是一个假力的嘛 它是十无定体啊 十无别体 它是依法上力 依法而立的啦 依于现在的法而立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说十一点半 好了 如果等一下又说这个 现在要节约时间了 开始 所以要倒退三个小时 那现在变几点? 八点半 是不是? 就变八点半了 那你说它是一定的吗? 那不一定 所以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假合而建立 那凡是因缘而建立的 当然也是会因缘灭而改啊 所以这些都不是一个定准的啦 那么当然就是什么 让我们能够知道 从我们众生的五蕴、色身以外 一直到整个这个外相 就是从众生的个体啊 叫做人嘛 或是我 一直到法 通通都是 通通都是信空 通通都没有一个实质啊 都是了不可得的 那么能够了解这样的这个 就是破除我们众生对于一切实有的一个执着 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呢 只要一动念 不是有就是没有 不是善就是恶 要嘛就是无忌 就是昏沉 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无所事事这样 反正你只要有起心动念 它一定会建立一法 一定会建立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法的产生建立 它都是属于一种动荡 都是因为境界 因为因缘 因为和和 因为什么条件而产生的 所以它本身就是空 因此说产生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呢 你不要把它认为是实在的 看到了这所有一切镜像 你也不要认为它就是不变的 它是真实的 只是怎么样 调整我们的一种认知啊 我们的心 我们的这个心态 我们的观念 思想上的错误啊 那当然如果你 能够从这些呢 去把它这个调整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 不是说去毁灭这些 或者去排斥这些现象 而是怎样 你了解到这些都是怎样 都是一种和和的假有 假有现象 不是否认它 所以在佛法里面不是讲嘛 是破直不破法 是破我们的执着 而不破这些 不是破坏这些法 这些法义鬼法则啦 不是破坏这些 而是破我们的执着 那因为我们都认为一切都是 都是真实的嘛 所以呢就是 就很难去抽离 就是尤其是 陷入这个困境的时候 那么这个心啊 烦恼心就是常常产生 那甚至于有时候 你认为这个不是烦恼 其实还是烦恼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说 当然它会有怎样 也有各种不同的诡则 世间有世间的诡则嘛 但是呢 出世间呢 它也有怎样 出世间的一个道理 那也就是说 出世间的法 它不是离开世间 另外有一个出世间 这个亲近心呢 也不是你舍离了你的烦恼心 就另外有一个亲近心可得 不是 而是什么 它是同一心体 同一个 就是说你只要不要生起这些妄想 执着 平息下来的时候 当下就是菩提心啦 当下就是亲近心 所以没有说 你另外还要去找一个亲近来 来使自己亲近 没有 而是你只要把你的这些烦恼妄想 平息下来 它就是亲近 它就是心性 本身的这个亲近心体啊 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常常使自己 能够什么 无助呢 心没有注着 没有去注着任何一个点 没有产生任何一种这个坚持 或者是执着 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怎样 只是随缘硬化 随缘硬化 没有什么样的这个 没有什么样的这个 坚固执着想 那么 所以这些 这这个就是要怎么样去 使自己的内心的这种 身负的习气妄想 能够去消灭的一个主要课题啊 就是在这里 所以其实不是 改变什么身外之物 或是改变什么身外的境界 改变别人 不是 而是调伏你自己内心的观念啊 所以前面不是佛讲说 徐菩提问说要怎么 这个发菩提心要怎么样 要怎么降伏呢 怎么安住呢 对不对 因为心不定嘛 会有恐慌 为什么 因为刚发大心就是心 就是有时候 尤其是有些人呢 他刚开始这个 学佛修缮的时候 他就很积极想要 唯恐时间不多 或是想要 他就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再做 然后觉得佛法非常好 然后就到处跟人家劝说嘛 这个什么样的这个 什么样的这个 什么样的这个 只要有机会 他就用佛法来这个 教导别人 来跟别人这个 这个讲道理 但是有时候呢 你要发现呢 其实不是你每次讲 人家都愿意听啊 对不对 这个道理虽然是很好 但是也许你讲了以后 人家会觉得你真的很巴骨啊 就是好像就特别的这个 就是对佛法又太执着 人家又你又执着佛法的感觉 那为什么会给本来是善的一种表现 为什么会给别人产生这样的一种误解呢 那当然这是因为怎样 我们就是不知时啊 不知时间 不知道时间这个 或者是不知道这个对象啊 根气不懂 那当然我们就是 虽然你做的可能就是是好事 但是就碰了一鼻子灰 所以常常会有这种挫折感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 只是一味的以自己的想法 以自己的这个观念为中心去做 但是你没有什么 关照因缘条件 关照这个对象时间地点 或者是合以不合以 所以并不是说正确的或者是善的 你只要是就是能够得理 没有关系 不是这样 他还是需要有什么 有智慧去观照 那也就是说 所以有一切都是来自于你的这些 妄想心的这个启动 所以你呢 常常让你的心呢 能够平静 心要能够平静 平和啊 碰到什么是心都是平和的心 没有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观点或者是这个坚持 其实那个坚持就是我们的我们讲的执着 就是你非这样不可 或是非那样不可 那如果我们坚持 学员坚持 随向的吧 那这本身是不是 坚持什么 坚持学员 坚持随向的吧 那会不会也是一种制作 你只是这么做而已 你要这么想吗 譬如我不想随缘的时候 我会跟我跟自己说 我必须要随缘 那这个就是 那这个就是一种调伏 这个是一个过程 自我勉励的过程 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虽然是 佛跟我们讲的可能就是一个 究竟的一个果境 但是我们还在因地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通达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果 一个这个 那当然是还 他中间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冲突转折 那这个过程就叫做修行 要不然你说什么叫修行 修行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知道了这个理 能够去明白 然后产生了一种信心 了解到一切万法的理德 他其实就是怎样 就是真空的 是不可得的 那在这样的真空不可得之下 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 众生的业缘 众生的业力习气 这些现象的这种差别不同 然后你怎么样在这当中呢 调伏你的这种偏执 你对于对境的这些偏执 那你说我应该要随远 因为你不随远行吗 如果你不随远可以的话 你就不要随远啊 也不是说一定要随远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随远 你不能够不随远的时候 你要勉强什么 不随远也是随远 不要 其实坚持 坚持 不随远也是随远 不随远也是随远 不是说吗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 叫我们要向水学习 为什么要跟水学习呢 你要看水的特性是什么 水的性 水性是怎么样 水的功用是怎么样 你把你的这个心 你的心 你本来很多的这些执着幻想 有些什么样的作为啊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个性啊 这些呢 你都能够把它 总和起来 都跟水去学习的时候 它就是能够使你趋向于这个 趋向于亲近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水它能够怎样 它一定是往低处流 对不对 所以你的态度 做人态度一定是怎样 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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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谦虚 牵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 不管你今天学养多高 学问多好 地位多高 名利多么的这个赤身 但是你就是怎样 一样就是 像水学神 还是谦虚自己 那么你看啦 你如果能够常常谦虚 当然就是你就 你会受到障碍的机会就很少啦 然后水呢,它能够怎样? 它有洗涤的作用 清洁 清洁 所以我们心性有什么样的污垢 我们有什么烦恼的时候 我们像水学习 我们要懂得忏悔 懂得反省,懂得忏悔 这个就是一种洗涤的作用 所以你看我们的忏法里面 有一部叫水忏的 所以就是取水的这种洗涤 污垢的这个特性作用 那么我们来调伏修养自己 还有水呢,它能够怎样? 滋润 它能够滋润万物啊 所有一些万物有水的滋润 它一定能够什么? 生命就有活力就能成长 这个不就是表示我们要利益众生吗? 对不对,你要帮助别人嘛 让别人能够生长 让别人能够安利嘛 能够成就嘛 帮助别人 还有水还有什么特性? 水空间没有固定的形状 对,它没有固定 所以 对,所以你就 你没有什么个人的坚持 非得怎么样不可 这个时候就怎么样 心性就柔软 心性柔软 无真嘛 那个无真的表现就能够产生 就会很随和嘛 对啊 任何关键都可以融入下 你想没有真实 对对 那还有呢?水还有什么样的特性? 他不嫌弃污垢 他不嫌弃这个滴下或者是污秽的地方 他不简责啦 不简责一定要在清净地或者是在这个污垢的地方 所以呢 越是有这个也表示说我们的心呢就要能够怎样 冤亲平等 不管好的坏的 的这种人啊 事啊 物啊 你都能够包容 都能够去 都能够去这个 都能够去摄入啦 然后都能够去包容 没有什么阻碍 所以水是怎样? 最自柔的东西 最柔软的东西就是水 但是呢 最刚强的就是水 水还有客户 水你看啊 水如果很强力的时候 他就是叫什么?水刀 他能够伤害 他有伤害力哦 所以你不要看他是自柔 我们看他是自柔的表现 但是他也有怎样?他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 能够什么?滴水穿石 他就是有那样的一个 有那样的一个功力 所以我们要怎样能够滴水穿石呢? 跟他努啊 跟他努啊 不是 我们的心性要能够怎么样? 你要能够坚持 要能够不管小事小善 你都能够不断的去进行 不断的去精进 这样子能够什么? 能够穿这个什么?烦恼石 你的这些 这些烦恼这些这个染污呢? 他才能够去彻底的去穿透 就是你的这个坚固的我执、法执呢? 他才能够穿透 你的烦恼上、所知上 这些障碍才能够去穿透 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如果光是用一个水 那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这种启发 所以你看古人从自然物当中 他就能够看到哪一法 他是跟我们的心性能够最相近的 那么用来这个 用来这个指示我们怎么样去修行 所以呢 这里说巨竹色身 其实就是非巨竹 世民诸相巨竹 那么韩生大师说 这个呢 是颇斥执着 暴身色相为真实的认知啊 那么以显示法身跟暴身 两者其实是一体 为什么? 因为没有法身 没有办法显示暴身啊 所以巨竹色身呢 指的是万德庄严的暴身佛 那么这个暴身佛呢 乃是经过无量劫度化众生 庄严佛土 才敢得的这个庄严报相 这个是由于过去因地的发心 而得仇报的缘故 也就是说过去的修行 过去的发心 过去修这个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种种的这样子的这个勤苦努力 那么所以就感得了这个报身的圆满 所以如来说巨竹色身 那因为报身是法身所显 等于就是法身 所以说即非巨竹色身 法身报身合而为一呢 所以说世民巨竹色身 这个昨天有一个现成的东西 天成师你那只乌龟呢 你不是有一只乌龟吗 昨天哪来的那只石头 乌龟在晒太阳 现在晒太阳 所以没有那个东西可以 下午再给你们看 那么用那个比喻来显示 法身报身就是法身所显的 因为法身是本体 本体一切万法的本体 那么称为法身 就是这个离体 那么一切万法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本体 它才能够显示出来 所以称作报身 把这个显示称作报身 那昨天拿到的那一只乌龟 因为它整颗是石头 石头雕刻的一个形状 那从世间来讲 就那个形状叫做乌龟 假名就是乌龟 那所以呢 你看到的是乌龟 但是其实它的本质就是石头 它就是石头 但是因为它的像是乌龟的像 是活的 不是石头的 绝会是活的 不要赶他晒太阳 因为他赶他洗一洗 不要赶他晒太阳 那其实万物都是这样 万物都是这样 也就是说 他他要能够显发呢 一定有他的 要依于一个本体才能够产生 依于本体 所以你看这个王羲之的书法 写得很好 对不对 王羲之的书法 他的书法写得好像从哪里表现 如果没有那一张纸 如果没有那一张纸的话 他的那个书法的好怎么样看呢 怎么显见呢 他多么的会写 怎么显见 他不能写在虚空吧 对不对 写在虚空也看不到 一定是怎样 他有一个所依啊 有一个本体 能够去使他这个 这些书 这些末呢 他能够产生了他的形状 形态 那所以呢 这个呢就是 指的是什么 我们所有一切法的要形成 他一定有一个有所本的意思 他一定要有一个本 根本 没有这个根本 这个法就不能显现 就像你穿的毛衣 你穿的毛衣 其实他的根本是什么 毛线 只是因为一条毛线呢 那么他不断的就这样子 折来折去 折来折去 攀来攀去 攀来攀去 就成了一件 我们认为的衣 他就成了这样的一个 那其实他即使成了衣呢 成了一件衣服 他毕竟还是毛线 他本质还是毛线 他没有说这件衣服的样式 有多么的好看 这个样式是什么 像嘛 这个像就是变化的 透过这个毛线的 这个手艺的这些 设计然后他就变化出各种不同 所以这些变化他是会改变 对不对 但是呢本体就是那样 就是那一条线 就只有一条线而已 所以这个线呢 就可以称作是那个衣的一个本体 毛衣依于线而产生 那现在讲到这个暴身呢 是什么 法身所显现的 道理就是这样 那法身因为是无相 法身是无相 那显现的暴身呢 他当然什么也是无相 他的相也是怎样 也是也是也是无相 为什么 因为他是众缘合合而产生的嘛 所以说是无相 就是不执着这个相的定有 定实啊 决定性的真实实在 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去除这样的观念 所以说叫做极非巨竹色身 那么法身报身合而为依呢 所以叫做世民巨竹色身 这个也就是怎样 不障碍这个因缘所成的 依他所起的现象 这个都叫做依他起 依他起 那佛法里面在叫我们去除的是那个骗祭 骗祭职 骗祭职就是我们的心容易产生 对于事情产生了一种坚固不化的一种定见 那这个定见呢 其实都是怎样 他就是不可靠的 不可靠 但是从事件上来讲 世俗地来说 他就是有他的这样的 会以这样子为事 以这样子来命名 来称呼 所以呢 这个是破所见之相 以为是真实的本体 那因为呢 金刚波类呢 主要是在显发这个法身本体 亲近的法身 怎么样呢 透过这些相的这个 这个从这些相上 那么来使我们去了解到这个亲近的本体 他才是什么 才是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本源 那么怎么样来认知这个 所以呢 夏文就破能见之见 自以为是 那么因为报身即是法身 所以说无相可见 那也就是说是从体来看这个用 从体来看这个相 来看这个相 所以说无相 那么真实本体呢 自然就如如啊 那因此呢 虚妄的执见就消息不深 也就是说我们这虚妄的这些偏执 执着那么就消下来 洗下来 那么所现的相近跟明了的心智呢 明和为一 这个正是法身自在的显现 那么所以在经中呢 凡是说是或说非 用意都是为了避免使用肯定的言辞 让人容易就落入一个是非的成见 所以讲来讲去呢 其实都不断的在除浅 或者是遮掩情见 所以你看佛法里面都讲是什么非什么 说了一个肯定之后 他又否定 那为主要就是说 肯定的是 他就是一种世间的现象 是这种和合而成的现象 那么非呢 当然指的就是说 这些都是没有自信的 所以他不是一个真实的 不是一个真实的体 那么这个都是除浅 就是我们的这个情见 就是不要再生起这样的妄想 讲了一个 我们就生起一个妄想 讲了一个又生起一个定见 这是我们众生的那种习气的这种作用 所以为什么前面呢 虚普提问说 怎么降伏怎么安住呢 佛其实只讲了降伏的法 他没有讲如何安住 没有说要如何安住这个心 而是说你要怎么降伏这个心 也就是说当你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应该要怎么样降 怎么样降 然后你灭度一切众生 但是呢 十五灭度 十五众生得灭度者 你应该要做这个想 那为什么 你如果有我向人向众生向受者向 这个就不是菩萨 而不是说你去这个度化众生这些事是没有的 不是说这个 而是说你去做了这些事之后 你不要认为你有做了这些度化众生的事 那么所以呢 这个就是 只是什么 破除我们的执着啊 调伏我们的这种 这个 我们的这个执取啊 所以呢 这个 就是怕我们众生就是 听了又会生起另外的妄想 所以因此呢 如来虽然说法 根本无一法可说 不过就是在遮掩众生的心病 不让众生呢 生起一念的妄见 那么务必要除浅众生的执着之情 令众生心不著着而已 所以修学菩萨的人 应该要知道这样的要义啊 也就是说 这个菩萨呢 最主要就是让你的心 不要产生任何一件 一个念头 不要产生任何一个念头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就是无助之心啦 无助 所以为什么有形容说菩萨呢 就好像大火 好像一个大火 这个大火炬一样啦 这个火炬呢 他是怎样 不管你从哪一个方向 你都不能够靠近 都会被烧啊 不管你给他丢了一个什么法的认知 丢了什么样的认知 这个认知一定被烧 一定瓦解 一定烧掉 一定不能够去 不能够去建立的啦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要能够去掌握到这个菩萨的一个 一个这个特性啦 他的一个就是什么 诸法空相 诸法空相 一切法呢 都是信空 都是无相 所以呢 当你修任何一法的时候 要能够怎样 离相修 离相 不是不修啦 而是怎样 不助于相 师傅我觉得他这个讲得很好 就是说 摸了像一个火炬 怎样放他都会被他烧掉 不管你讲什么 他中观是不是就是从这里研发出来的 是啊 是啊 当然中观的思想 如果你当然你也不能够再存着一个中观的念头 不是中道念头啊 中道他是能够让你去了解 是一个菩萨啊 了解这个空跟有的一个现象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中道他也没有离开这个法啦 没有离开 没有离开这个法 而另外有一个中道的存在 没有另外一个中道 所以要能够呢 知空知有 而不足 就是中道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 那我忘掉了 因为早上一进来的时候 你想说 这个小圣呢 还是有向小回答 还是会有变成大圣的时候 对 看如果圆 但是呢 这是不是因为 这是说对于那个有余涅槃的人来讲 如果他已经无余涅槃 他已经身心免斥就已经 没有 小圣人他的涅槃是 就是 就是你讲的这个 就是灰心灭制 灰心灭制还有可能吗 有啊 他还能够 还可能 就是因缘 他如果具备这个因缘的时候 他还是能够生法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佛性不是断灭啊 他不是断灭啊 你说我们什么样 像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小圣里面呢 就是在僧文法里面 也不是僧文啦 就是在维世上呢 他把我们的这个众生呢 大概分成五种 五种众生 五类啦 有的是定性 有定性生文 有定性圆诀 也就是说我们众生的种性 每个人的这个 有些众生就是 你看有些众生他就是很执着 他就是 他只要学这样的法 或者他只要 他认为这样子才是对的 这样子才是究竟的 你不管你怎么样给他 开通或怎么样灌输都没有用 他的认知就是这样 非常的这个坚固 在他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认知下 那这样的话就是属于定性 就是不能改变啦 所以你看那些外道种性的 所谓外道种性就是其他宗派宗教的啦 你说你跟他说 你你们这个是这个不究竟啊 这个是这个还不能够 就是说还不是真正的能够去达到 这个修行解脱的这个方法 或者是说你这个是邪见啊 这个是什么 他听不进去 因为他有他的因缘 他就是设限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 所以呢 有一种是定性的声闻 一种是定性圆觉 还有一种呢 是定性菩萨 菩萨心啊 所以有些人他就是特别的这种 他的心量也好 或者是他的作为 他的思想也好 他平常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一种自利利人 然后就是非常宽大 非常慈悲 那对于这个菩萨的这个身法 他又很有兴趣的 能够去深入去向的 那这种呢 就是属于菩萨种姓的人 那还有一种就是怎样 不定种姓的 不定种姓就是 看他的记忆吧 他碰到一个声闻的 他就学声闻去了 他碰到一个圆形 他碰到外道就学外道法啦 对不对 然后他碰到 正好他的因缘有碰到菩萨 有种善根 碰到一个菩萨型的 那么他就会学菩萨法 这个就不一定 还有一种就是怎样 就是断善根的人 说什么他都不信的 而且他是怎样 就是无恶不作的 但是为所欲为的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然后也不生什么善法 然后呢 也不相信修行 也不相信因果的 这种人也是有 对不对 所以这种人叫做一产体 就是断灭善根的人 那这五种人 就是所有的众生统瓜起来 大概可以分为这五种 分为这五种 但是这五种呢 就只有一种可以成佛 一个只有定性菩萨 他有成佛的机会 然后呢 不定的 不定种姓的 只有三分之一有机会 为什么不定种姓 他就是有 他有三个可能 对不对 那就只有他有清静到菩萨的时候 修学大圣法 他才有可能 有能够成佛的机会 其他就没有了 可是法华经说 人间可成佛 那是最后 最后 所以也是看你 在哪个世界上来讲而已 分成这五种 对 究竟来说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 在这种谜的过程当中 大概可以分成这五种 但是如果从究竟最终的一个了异道理来说 一切众生都能成 为什么一产题也有只有一产题 断善根的一个阶段 他即使他是 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造恶 他可以 他可能就是会 会沦陷大概十节左右 不得见佛文法 但是呢 十节之后呢 未必啊 也许他能够有因缘善根生法 对不对 十节之前 也许他过去的二十节之前 他也曾经有做过善啊 所以呢 就这样的一个时间长短来说 那我们当然就是以最终来说 毕竟是成佛 一切众生都是成佛 那成佛的条件是什么 那是因为有这个佛心 有这个亲近性嘛 如果没有这个亲近性的话 你怎么修你也成不了 你怎么发心你也成不了 对不对 这个是我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 就是说你这个亲近的本性 就是一切众生都有的 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亲近性 因为你有这个亲近性嘛 所以你才能够怎样 才能够去思考 才能够去运用 才能够 现在才能够去这个想东想西 妄想一堆 那你能够妄想一堆是从哪里来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亲近的本性嘛 所以你这个妄想才会产生啊 才能够产生嘛 那表示说因为我们众生都是 执着在这些妄想的末端 那对于这个本源呢 我们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嘛 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去认知 所以佛才不断的要开发这样的一个 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众生能够知道 我们每一个众生都具有这样的一个亲近本性 所以你要什么 由性去起修 由性 由这个真性去起修 而不要着在这个妄向上去修 从妄向上去修的话 你就是生灭 他就是露空 就是那个 就还是毕竟漏洛生死 那你如果由这个真性去起修一切行的时候 一行一切行 一断一切断 如果这就是说断了三根 他断了三根 他可以好像认真的看腿 他可以为父母 他要有这样的因缘去做 他就可以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是你愿不愿意啦 你有沒有这样的因缘 甚至于呢 你从你的周围环境看看 你可能你一个家族裡面就是只有你学佛 你们家往前推三代 可能都没人学 就是只有你 你的周围 你的这些亲朋好友呢 你的可能也都是怎样 也都没学佛 所以能学佛的几率 或者是能够像大圣法的几率 这个是可以说也是要怎么样 多结善根而来的啦 就像这个前面不是讲到吗 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剥裂身法 这个末代众生 有没有人能相信啊 那佛不是讲吗 就是有什么 持戒修福者 能够 他已经不是在一佛 两佛三佛四佛的地方种善根的啦 已经是什么 无量佛所种出善根 也就是说无量劫来 你已经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佛的地方呢 种了很多的善根 那么现在呢 只是怎样 显发而已 显把这个善根显发 所以你呢 听闻这个大圣的剥裂法呢 你能够相信 你能够没有疑惑 没有能够去去领悟这样的理啦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有因有缘啦 要有条件才能够产生现在的这个这个机遇啊 奥姐能不能再问一下 嗯 要吃饭啦 师父刚讲说修行就是要让我们回到这个最亲近的本源 亲近的本性 对不对 那这个亲近的本源亲近的本性不是常法呢 你不能说他是常 也不能够说他不常 因为他是离语常不常 因为他是离语常 嗯 也就是说他既不是属于因果而有的 他离语 因为他是离相的嘛 他是离相的 他怎么你还 你怎么还能够用什么样的语词去定义他呢 你有所定义 他就是一个妄想 就是属于你的肩部妄想 那你不去定义他 那么他其实怎么 一切都自如如啊 都是自然如如 那可是呢 你如果要 从你的角度来说 他是不是常呢 方便说可以 他是常 不生不灭嘛 不生不灭不就常嘛 因为佛陀说法他有全食啊 全食 所以这现在跟你说他是常 这个是全 为什么 食他是非常 他不是 他离语常断的啦 他不可说常不常 这个是食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主体 一定要有一个定论嘛 你才会认可的话 那姑姐说常 那可以了解嘛 这是全用嘛 全的关系 所以佛陀说法他有全食 就好像 就好像讲全呢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考试 如果要一百分才是十嘛 对不对 如果考试来讲 那为什么要定一百分 因为一百分才是圆满 那但是呢 你说我只能够考八十分 已经很好了 对不对 很好很不错了 考八十分已经很不错 很优秀了 这是全 相对一百分来讲 他是全 好不好 你不要认为说 很好就是真的好 那你如果说 我只能考五十分怎么办 六十分及格 那可是我只有五十分呢 也是全 没关系 你还可以再有进步的空间 继续努力 对不对 鼓励嘛 还是全 所以在任何的说法下呢 他都是属于全的一种善巧 那你不要把全当成是真实 这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 十是什么 究竟是怎样 无所有 不可得 那全是怎样 因缘合合 有假有 有现象 就是全 所以我们要能够去 那当然全十还是一 所以你不要听了全十 就要就把它分成两段 全十还是一 为什么全是什么 一十而有的全 十是怎样 不离开全的十 所以你这个要有双向的观念 所以他并不是只有单一的 一种定论 所以呢 因法忘食 大概就是大家 那我们已经超过吃饭时间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可以